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热点新闻 随着Omicron新冠肺炎变种病毒疫情迅速消退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办公室周一宣布 加州将于2月15日起针对完全注射疫苗的人 取消全州范围内室内口罩的强制令 但是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仍然需要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 这项新的规定不会对洛杉矶县产生直接的影响 洛杉矶县的官员表示 他们打算在2月15日后保持室内口罩的规定 因为要等待住院人数在一周内降至2500人以下 病例数需要连续两周降至每10万县居民50例新增的病例 才可以取消口罩令 加州政府官员还宣布 超过1000人的室内大型活动 必须要求参加者接种疫苗 或者提供阴性的检测证明 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将被要求戴口罩 对于超过1万人的户外活动 没有疫苗接种的要求 但是建议戴口罩或者进行检测 本周加州通过了一项立法 为大多数工人提供长达两周的新冠补充性带薪病假 病假的政策允许 对于所有拥有26名或者以上员工的企业 他们的员工可以享受额外的带薪病假 用于从新冠肺炎当中康复 照顾生病的家人进行疫苗的接种 照顾因为疫情无法上学的孩子等等 病假将追溯至2022年的1月1号 并于9月30号到期 立法机构同时通过了其他几项法案 为企业大幅减税 这将为企业减省约55亿美元 同时立法机构为纽森额外提供了 19亿美元的周预算资金 用于检测疫苗接种 应对医院病例激增和其他新冠的紧急需求 加州小企业办公室Cal OSBA 拨款近400万美元 为城县Orange County的小型企业提供资金的援助 5人以下的企业均有资格申请 最高可以获得2500美元的援助金 申请的标准包括 1.小型企业成立并运营于2019年的12月31日之前 2.小型企业目前仍在经营 如果没有营业也有明确的计划 在全面重启之后仍会继续的运营 3.小型企业受到疫情影响严重 4.小型企业2019年纳税年度的总收入不足5万美元 5.小型企业在2019、2020和目前的全职员工 均少于5人 符合以上条件的企业主可以在2月14日的上午9点 在线提交申请 网址是oconestop.com-grantreliefprograms 申请的有关问题可以致电714-480-6500 加州大学UC将支付2.463亿美元的解决 200多名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 这些原告指控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副科医生西普斯有不当的性行为 西普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担任副科医生和肿瘤科的医生近35年 据报道西普斯城市整个UC系统当中 薪酬最高的医生 曾经治疗过成千上万名患者 数百人提告声称UCLA蓄意隐瞒 西普斯性侵的病患 还放任他持续多年不受限的接触受害者 UCLA在洛杉矶法院提出的和解书中 同意支付2.436亿美元给203名声称 遭西普斯性侵犯的女性 此前密歇根大学同意支付4.9亿美元 给遭校医安德森性侵的数百名学生与运动员 临近的密歇根州立大学 也达成了近5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赔偿300名遭校医纳沙侵犯的受害者 以上就是今天华人工商热点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